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發力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不如跟聽眾分享一些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燒傷、燙傷、錄親等 一般是燒傷,不幸遇到意外是嚴重的 但有時可能家庭主婦或家庭的意外 也會發生在身上熱滾水、湯、燙傷等 如果在臨床上同類療法 也應該有一些療劑可以即時幫助病患 麻煩袁醫生幫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燒傷是急性、急切的意外 但幸好跟我們療法的療劑是非常快和見效的 燒傷的可能是直接火燒傷 或是熱烈的東西 但也有時會有化學物質或電 當然如果燒的地方是乾的 我們稱為燒傷 如果燒的地方可能因為蒸氣或熱水 我們稱為燙傷 一般都是這樣分 嚴重的程度當然視乎大小的燒傷位置和深度 通常燒傷的地方可能不太大 但很深的 也有些時候 一般的傷 我們通常都會去尋求即時的醫療處理 很少自己都可以解決 但當然在家裡 如果能够在一些簡單的情況 很可能自己可以解決 第一個療劑就是烏頭 烏頭通常在這個情況如何用呢 因為突然之間的燒傷 通常是除了痛之外 出現的情況是有些人很受驚 有時候很驚嚇 很驚嚇 很驚恐 我第一個療劑就是先用Acony 起碼情緒方面可以先處理 如果燒的部位 我們稱為初步的燒 第一度是30度 burn 通常鼻膚可能是紅了 有一種刺的感覺 不太嚴重的情況 我們稱為第一度的燒傷 疗劑就是沉麻 Ertical urine 沉麻 可能用草油也可以 如果燒的箱是嚴重一點 出現水泡 起泡 我們通常叫第二度 第二度的燒傷 會有水泡 如果燒傷的位置很快就會發炎 感染發炎 遇到這個情況 尿劑會考慮用Hepasulfa 流化鈣 出現感染發炎 當然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會用金斬花 任何箱口都會用金斬花 有時候我會用露匯 蜜糖 小時候會用蜜糖露匯來箱口 亦有另一種油的方法 这种是沙擊油 有些人认为 如果懂得用沙擊油 有機會不需要直皮 因為很多時候 嚴重的燒傷要弄直皮 其實是很痛苦的過程 所以有些人用施不漢的沙擊油 可以內服和查 另一種療劑是新的 通常是有些人感染之類 除了有時有驚恐 有時能感染之類 凶惹 就快死 當然的太高和危险疼痛 不安、軟弱 就要小心喝水 这种阵型就是新疗势 相信没什么人没经历过 遇过烧伤、烫伤这种情况 有疗势在这里处理得快很多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小时候去沙滩游泳 我表弟就晒到脱脱背部就起泡 他就在家中处理得起泡 只能够睡一两个星期 我设计这个是几十月前 我们未必可以和他聊这些知识 那种情况应该用Centaran的斑茅 一般来说,如果疗势是即时舒缓,即时舒服,即时不痛 是的,在这些意外时和你疗法 即时选择了疗势时,在数分钟内发挥功效 你的痛苦甚至有些痛苦甚至有些伤口 他已经可以立即受控制了 令传语的速度加快了 不需要再受这些苦 有时候,或者很多家里没有疗势 如果有时候煮食,厨师很多都会懂 煮食时不小心,手接触器皿烧伤了 通常第一件事是把烧伤的部位放近热的火源 我自己也试过 一刻不小心,一般人会立即用冻水 冻水的问题是会更痛或起泊 如果用热来淹热,我叫同类伤字 烧伤的地方,手指或受伤烧伤的部份接近热源 然后你会觉得热的地方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痛起来刺痛,不久那种刺痛就消失了 然后就完全不痛,不会起泊 这是同类伤字的原则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如果烧到皮都烧焦了 这就不太简单了 这就很可能要去医院急救、处理 或者沙击油也是一个好的工具 所以在知识上学了之后 如果有些严重的,刚才提到过 可能只是第一度的烧伤,第二度的烧伤 其实也有些疗剂可以帮助 其他人不帮帮你送你去医院 医院的部分是处理表面的伤口 当然如果真的焦了皮,有水泡 你也要小心处理它,不要让它受感染 但是与此同时,你有这个疗剂在手里的时候 会加快传愈,加快传愈 因为你控制了,就不会受到那麽大的感染 受到细菌感染,而引发其他病发症 所以家中常给一些同类疗剂 可以即时处理一些紧急的问题 意外发生的问题 而所有的疗剂都能处理在阴凉的地方 永远不会有过期的问题 这就达到有鼻无患的情况 大家可以安心些,享受健康生活 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怡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